随着小企业看到销售额进一步下降 他们对第二波的担忧变得越来越真实 每天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亏损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CFIP最新调查发现 由于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 加拿大半数小企业的销售额持续下降 在一些受到新限制的地区 如多伦多和威尼泊 这一比例高达70% 加拿大独立商会联会主席凯利说 小企业仍然没有从第一波一朝封锁措施中恢复过来 实际上加拿大各地37%的企业报告说 他们开门的每一天都在亏损 他还说到事实已经证明 在几个地区实施的新一轮限制将是毁灭性的 尤其是当政府的新援助项目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 尽管酒店行业76%和艺术娱乐行业69%的企业 在第二波一朝下销售下降 但不受新省级限制影响的企业 最近的销售额也有所下降 凯利还补充 令人震惊的是 71%的小企业主表示 政府需要在报告新冠病毒相关卫生统计数据方面做得更好 以提高消费者信心 而越来越多的小企业感觉是被省府惩罚 尽管他们已经采取了重大措施来保护客户和员工的健康 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CFIB敦促各级政府在未来几个月支持企业的方式 包括 一 按照计划 对因新冠病毒而关闭的企业 提供高达90%的加拿大紧急工资补贴 CEWS 二 立即兑现承诺 将加拿大应急商户口CEBA贷款计划扩大2万元 包括1万元可免除部分 三 立即实施新的加拿大紧急租金补贴 确保所有受疫情关闭或部分关闭措施影响的企业 可以获得最高90%的补贴